放开我 放开我 姐姐的心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就是不跟你相信我呢 带着离婚协议书 滚 离婚 你今天要是弄不死我 你给我等着 discovery 我给你 你应该是弄不动 你应该是弄不动 月小姐孩子生出来了 是个男孩 温时宇 你还真是有本事 不过可惜了 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只能老老实实 活在地狱里 郁杰 你抱的谁的孩子 是宇的 宇他昨晚生了 你要看看吗 不看 抱走 郁杰 其实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 师宇已经对他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了 师宇他 今天早上抱着孩子找到我 让我把离婚协议给你 他说要净身出户 他欠你和湿暖的 会用在监狱里的时光 好好赎还给你 他自首了 有人吗 有人吗 怎么了 我好像发烧了 有没有药 等着 我只是发烧 你们要带我进哪儿 别走 我只是发烧 你们做什么 这是哪儿 你们要干什么 我只是发烧了 你们要干什么 你现在很心弱 我们需要给你麻最后进行治疗 请你不要乱动 是 贺总说了 只要您肯捐出一个肾 给李婉了解 就会给你减刑的机会 贺总就要我把肾间给李婉 是的 贺总已经打算娶李小姐为妻了 若你不同意捐出一个肾给她的话 你儿子的安全 我不能 他不可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的 医生 医生你能见到贺宇杰对不对 我求求你见到他 跟他说这个孩子真的是他的 如果他不相信 可以去做亲子监听 贺总不会为一个小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请你屁股 我不要把我的神交给李婉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身体没什么问题 手术刀口也恢复好了 可以送他回牢房了 听说好像又要关进来一位啊 我也听说了 真惨哪 少了一个肾 还真的能活着呀 听说怕他自杀 禁闭室里除了马桶能用 连水龙头都拆掉了 那岂不是好几个月都不洗澡 恶心死亡 确实他好臭啊 这就是做贱人的下场 赫先生说了 只要他不发话 他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他居然招惹了赫先生 行了 都别看他 干嘛啊你 你就这么想死吗 你也是贺玉绝派来监视我的吗 我不认识他们口中说的什么贺玉绝 我只知道 你就这么死了 不憋屈吗 我的事 不要你管 我听他们说了 伤害你的人 可都还好好的活着 你的儿子也活着 难道 你就不想等到出于后 找他们复仇吗 何宜杰是不会放我出去的 我可以让你出去 你 事不相瞒 我来这里是有目的的 不完成我的目的 我是不会离开的 想要出监狱 对我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我 我觉得你跟我的经历有点相似 主要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的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 导致我儿子到现在都不愿意结婚生子 现在我得了癌症 时日不多了 我想让你答应我 等你出去后 嫁给我儿子 给咱们家留个香火 其实说直白一点就是 我们家有点资产 去别的媳妇进门我不放心 不然早就找了 我看你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无依无靠 你嫁给我儿子 对我儿子也不会造成什么威胁 就算你以后有什么想法 我想 你也没有实力跟机会 对吧 好 我答应你 学长 时雨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人 这么巧 我来接人 你是8023号 你 不会是冯阿姨的儿子吧 是我 我真没想到 我妈打电话里说的人 竟然是你 既然这样 那就重新认识一下 陆明泽 学长 从现在开始 就不要这么生分了吧 多少的黑 流过了青春 那个 我配不上学长 五年前你就因为这个理由去求我 五年后你还想用这个理由去求我吗 可是 我跟 过去终归是过去了 往后余生 我爬这儿 是 比较 归 你 对 这儿 你 想想想想想 不开心 对不起 学长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的慈善会 不要迟到 今天我睡客房 下面的选款人是 陆氏集团的陆先生 和他的太太 此次捐款 一个亿 让我们欢迎陆总 和他的太太上场 好 今天是施兰的生日 我太太一直都对儿子教育 这一个亿 玉爵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施宇 你已经受到了惩罚 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女人 贺总 好久不见 温施宇他不是在监狱吗 陆总的太太看起来很面熟 我太太一直都很面善 面善 温施宇 你真的善良吗 贺总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是没关系 跟监狱有关系 周助理 报警问了 监狱里的杀人犯 孕狱出来为什么没人管 是 贺总 我跟你无缘无仇 就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说我孕育 那请拿出证据来 说我孕育 那请拿出证据来 假装不认识 那你至少先换层皮 贺总 跟我太太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陆先生娶回家的女人 最好还是查一下身份背景 为何 被骗了 是小 这要是被杀了 贺悔可都来不及 诗宇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 但你也不能这样骗了我 杀人偿命 你害死了你亲姐姐 为什么不履行诺言 在监狱里好赎罪 李小姐 说话要讲根据 我太太跟我结婚之前 她一直都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上班族 从未干过出阁的事 陆总你还真是被她给骗了 她可是咱们本地温氏家族的二小姐 克死父母 害死姐姐的 罪犯 我不知道李小姐口中所说的温氏二小姐是什么 我只知道官方的户籍信息不会骗我 我只相信权威 难道温氏与五年情根本没做了 从监狱里送出来的那个事也不是他的 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能力 这五年你睡得着 害死湿暖 你心安吗 害死湿暖 你心安吗 多谢贺总关心 我不做亏心事 睡得很好 并且永远记着贺总私下对我的恩赐 我这辈子都忘了 还有那个五年前自爆杀人凶手的人 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他 他五年前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日日夜夜都紧记着 你姐姐温氏呢 是我亲手 欲绝 欲绝 我们还是不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浪费口舌了 还是欲绝你说的对 像他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 只配待在地狱 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 李婉 我在地狱能否等你 你可早点来 神经病 老公 我累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 好 怎么办啊 欲绝 难道五年前他是骗我们的 他根本就没去坐牢 不管他怎么骗 最深 就该向过街老鼠咽火 钟助理 陆总请留步 我们陈总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聊聊 石瑜你先去车里等我 等会回来找你 行 过了五年 你越发会装可怜了 难怪会调到陆明泽 何曾有事 给我滚回监狱去 你怎么不问我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不管你想怎样 杀人偿命 石像天 就赶紧回监狱去服刑 我从地狱里爬出的 就是为了拉你和李婉一起下地狱 不知道地狱有没有你儿子的位置 我儿子在哪里 把儿子还给我 位置我跟别的男人同婚 还想要回儿子 你不是从来都不承认这个儿子是你的吗 既然你不肯承认 那就是我一个人的儿子 一个野种 我当然不承认 不过看到你难受 我不介意 承认和他在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 何玉娟 别大呼小叫 不然 我不确定会对他做些什么 何玉娟 别忘了想拿儿子的性命来威胁我再进监狱 我突然想到 换个方式惩罚你 会更有意思 你要做什么 离开陆明子 跟我回家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我们之间还有家 回的是我家 而你 这季节又是属于罪 我不会跟你走 看来你对那个孩子 感情也没那么深 那我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何玉娟 那是你亲生儿子 被我捉奸在床还敢狡辩 随便吧 我已经反了跟你说 这人家有你 你可以请我亲自见地 我觉得五年 一个杀人犯都能调换身份安然无恙的活着 哥哥两个孩子 今天要是不跟我走 明天我就让你学校 还是什么下场 库宇杰 我愿意 我愿意 开车 李小姐还没有回来 不等他吗 让他自己回 好的 温诗语 算你诗相 接啊 为什么不接 我帮你接 喂诗语 你去哪了 诗语 你听得到吗 诗语 你那边什么动静 发生了什么事 不用找了 我们回家了 何玉娟 何玉娟你想干嘛 放了诗语 何玉娟 何玉娟你想干嘛 放了诗语 当然是接老婆回家了 诗语现在是我的妻子 请你放了我的妻子 不然我报警了 温诗语 你要报警啊 温诗语 承主 还没有报出多亏孩子 不能就这样前功尽弃 学长 我跟何玉娟 先回家看看儿子 过几天就回家 诗语 何玉娟是不是又为难你了 你不要害怕 你是我的妻子 有我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不劳陆总操心了 我的妻子 我会好好疼爱的 何玉娟 曾经的温诗语 已经被你杀死在监狱里了 她现在不再是你的妻子 是不是我的妻子 等我验证过后 我会告诉你 先生 还等温小姐吗 你叫她什么 温小姐啊 她是我的妻子 叫她陆太太 你不要再让我听到你小子 废了 是 走 先生 你回来了 太太她不是 去拿一套佣人的衣服给她 以后 她就是贺家的佣人 是 孩子呢 孩子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说过 只要你回来 就让你见到孩子 玉娟 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当是谁呢 玉娟 她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吗 怎么会提前出狱 妈 你叫谁妈呢 玉娟 她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吗 怎么会提前出狱 妈 你叫谁妈呢 我们家玉娟 现在可是单身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杀人犯 二媳妇 玉娟 我问你话呢 妈 您不用知道为什么 您只需要知道 以后我们贺家 多的一个免费的佣人 你疯了吗 她可是个杀人犯 就是等不看了 怎么把我拉进地狱 你在说什么呢 想见到孩子 就好好工作 我问世语 接着找你 找到什么事 你真的不就知道了 快点 你找我什么事 去洗澡 去洗澡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日子还给我 我可以让你进去 但你今晚又把我伺候舒服 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她 你明明这么讨厌我 还要这样 你不觉得恶心吗 对我来说 只不过就是关灯碧眼的代价 比起看到你沉默屈服的样子 这点代价 不算什么 去洗 不想叫你孩子了 躺好 不会躺是吧 我教你啊 你不想去洗澡 寂寞 主持人 她是 Catholic裡面 在學校開業 在學校學校 你可不可以 我許妳就能學校 不可以 在學校學校 小師父 喂 玉姐 那个孩子现在在哪 在 在福利院 哪个福利院 把地址发过来 我派人去接 地址挺天的 你别派人过去了 我今天不上班 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吧 顺便也看看他 好 难道慧玉姐 真的要把孩子 还给温馨以为贱人 进来 小姐 给您的水 我怎么跟你说的 准时准点送过来 你看你晚了几秒钟 小姐 对不起 我下次会很快的 小畜生 犯了算你还委屈了 去 找管家要身新衣服 待会儿跟我出头吧 嗯 晚晚 你带的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一个朋友的孩子 郁姐上写件件 我就带过来了 坐吧 温世宇 你怎么回事 连个东西都端不好 也不知道郁姐留你在家里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孩子 你在干什么 快拦住他 你在干什么 快拦住他 你把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放开我 这孩子是你的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们在干什么 郁姐 世宇他太激动了 所以说这是他的孩子 这就是那个孩子 这就是那个孩子 是的 逗逗 叫叔叔 叔叔 不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 昨晚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 孩子 孩子你见到了 别得寸进尺 郁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 是温世宇的 妈 妈 我知道你恨我 和孩子是无辜的 只要你们把孩子还给我 就算让我死 我也在所不惜 世宇 你这是在责怪我跟郁爵 抢走你的孩子吗 当初是你自己主动放弃孩子的 说要赎罪 我好心帮你养了这么多年 你怎么能倒打一耙 伪装成自己是个受害者呢 李婉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今天就是你杀了我姐姐 抢走了我的孩子 把我送进监狱的 我如果真有你睡得那么恶毒 就不会帮你养大孩子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早就当初 我就不甘心你了 帮你养大这个爷子 你闭嘴 不许你侮辱我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跟贺雨觉得 施宇 你是当大家都得了失忆症了吗 你当年被捉奸再传的剑药 你是当大家都忘了吗 妈 当年我是被陷害的 我跟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孩子就是我跟贺雨觉得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让他做亲子见地啊 施宇 既然你都开口这么说了 我也不引你 当年我抱着孩子找到郁爵 就偷偷地拿了郁爵的头发 去给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结果了 郁爵跟孩子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你胡说 我有没有撒谎 你让郁爵去派人查查不就清楚了 倒是你 施宇 昨天在慈善宴会上口口声声说陆明则是你的丈夫 怎么转眼间又回到贺家 我带她回来的 郁爵 你 想继续看到孩子 就好好干活 孩子 孩子 待会儿来我家一趟 是 想吃就吃吧 你叫兜兜 哑巴 我不是哑巴 那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因为我不叫兜兜 那你叫什么 小姐说我叫小畜生 小姐说我叫小畜生 你说的小姐是李婉吗 嗯 这些年你都在李家住 兜兜 咱们该走了 院长打电话来催了 玉姐 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带兜兜回去了 福利院院院长打电话过来催了 你告诉福利院 以后兜兜 在贺家住 兜兜现在属于福利院馆 如果要留下来 就要走领养程序 走完程序 才能留下孩子 亲生母亲认领 也不行 行 亲生母亲当然行 可是玉姐 你真的要把兜兜还给施宇吗 施宇当年他 你把兜兜的大名 和出生年月告诉我 我让人聚办手续 兜兜的大名 我也不是很清楚呢 这等会儿福利院 那就打电话问 手机 手机在我包里 我先去去包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没有想说的 跟你妈妈一样呆 我妈妈 叔叔知道我妈妈是谁吗 过来 叔叔 头 叔叔 我洗过脸了 我的脸不脏 野男人的孩子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叔叔 什么是野男人 只有野男人 才能生出你这种小野种 那叔叔 你应该也是野男人 叔叔的孩子 就是小野种弟弟 嘿嘿 不准笑 去玩吧 喂 是我 李小姐 有什么事吩咐 待会儿贺玉姐要给你打电话 去问孩子的事情 你可千万要按照资料上的说笔 好 我知道了 注意别说漏嘴 不然 你知道下场过后 李小姐放心 我会小心 我会小心 温石云没张眼睛 我跟你说话呢 温石云没张眼睛 我跟你说话呢 你别总是没事找事 就你 一个缺了一个身的病秧子 你不会想利用陆明泽 来报复我跟玉姐的 你能从监狱里出来 确实让我和玉姐很急 不过 该得到的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你出来倒也没什么 只会让我跟玉姐的婚后生活 变得更加有趣 谢谢啊 谢谢你啊 石云 你的身很好 我的身体恢复得大好了 不过 你儿子呢 我暂时还不能还给你 因为 那个小畜生 我还没玩够 那个小畜生 我还没玩够 你 你这杀人凶手 把儿子还给我 把儿子还给我 杀人凶手 救命 别打了 松手 别打了 松手 你不得好死 就你一个下斤 你敢陪在这里跟我叫笑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在这里闹手 别打我 看了你谁为谁 你不得欣赏你 你干什么 打死你 打死你 我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温时宇 五年前你斗不够 五年以后 你以为你棒上了陆明泽就能翻身 温时宇 五年前你斗不够 五年以后 以为棒上了陆明泽就能翻身了 不想让这个小畜生饱受折磨 以后就乖乖听我的吩咐 不然 我弄不死你 还这么不死他 李婉 你给我等着 好 知道了 怎么样 玉绝 院长怎么说 你现在还是回福利院 等院长出差回来 再给我回电话 我再给他办手续 好 走吧 叔叔 怎么了 你是我爸爸吗 不是 小畜生 谁出去你乱叫爸爸的 对不起小姐 我错了 闭嘴 你敢哭 就把你丢到动物园里喂狼 好 先生 外面有位陆先生 说过来接他太太回家 让他进来 何玉绝 世语呢 陆总自己一个人来的 挺让人意外 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没来 今天会把警察顶上门的 不过你来晚了 不管世语是不是你老婆 昨晚我都试过了 还是以前的滋味 我确认 他就是我 何玉绝 来 让新来的佣人 给陆总上杯茶 陆总可是客人 不能带吗 是 学长 石宇 你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陆总年纪轻轻耳朵就跑许 刚不是说过 昨晚我俩 共骨两宵 你还问 是故意让他难堪吗 何玉绝 你堂堂一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女人 你还有没有底线 底线 底线只会增加我对他的兴趣 说起来挺怪的 五年前 我还没觉得这么有滋味 自从知道他又嫁给了你 我觉得他有趣多了 自从知道他又嫁给了你 我觉得他有趣多了 你个混蛋 学长 不要 他就是故意的 把你的手放开 何玉绝 我今天来 不光是要带走石宇 我还正式地告诉你 石宇孩子的事 我已经找律师正式起诉 我们会通过正式的手段 去夺回孩子 你别想威胁石宇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们的太太 她现在不是你们太太了 让开 否则我报警了 学长 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我个孩子 从你迈出坚毅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理由放过你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打算放过我的孩子是吗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打算放过我的孩子是吗 看你的表现了 如果你表现得好 我开心了 就把它还给你 但如果你今天跟他走 这辈子 都别想再见到那个野主 石宇 不要相信他 我已经找到律师了 孩子就是你的 他们没有权利扣押 看来陆总 对自己脱梁换柱的本事很自信 以为自己做了天衣无缝的时候 把档案袋拿过来 是 贿赂 换球 消除背景身负 这么多繁琐的操作 陆总 真是吓得血本了 但就是不知道 这么多罪名加在一起 够不够你枪毙两回 贺雨菊 你在商场的那套对我没用 石宇现在是我公正的妻子 是吗 不信就自己看了 石宇 这绝对是他伪造的 绝对是他炸我的 谢谢你 学长 你已经为我做这么多了 我不能再联练你了 石宇 谁 起来 放开我 你干嘛 以后 我没说让你在这里睡 自己乖乖洗好 去主卧床上等我 贺雨菊 你马上就要和李婉结婚了 你就不怕他吃醋吗 怎么 我跟李婉结婚 你吃醋了 除非我疯了 怎么 我跟李婉结婚 你吃醋了 除非我疯了 你再说一遍 除非我疯了 温石宇 没想到这五年 你就会口是心非了 当年你是怎么死气败来的追求啊 需不需要 我给你服输一遍 不用贺总开口了 当时是我年轻 不识人心 不过还是感谢贺总这五年来 在监狱里对我的照顾 才让我彻底清醒 照顾 什么意思 五年没见 你倒是学会口是心非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举了谁 你只要把日子还给我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老死不相往来 那也要看我给不给你机会 放开我 伯母 这套护肤品 是我特意让国外的朋友 根据您的肤质 专门为您调配的 您先试试 如果效果好 下次我再给您带 你每次来呀 都给我带这么贵重的礼物 伯母 您对我太客气了 等到我跟玉玺结了婚 一定会好好孝敬你 来 坐 温世宇 以后婉婉来家里 你就不要在前面转悠了 去后边忙去 婉婉 你可一定要记得 晚上的旧会 陪玉玺一起去 好 玉玺 这边 怎么带她来了 不是我要带的 是施宇说 自己在家里闷得慌 想要我带她出来散散心 对吧 施宇 好了 玉玺 都快迟到了 我们走吧 这位 这位 这位不是前几天 在慈善宴会上的那位 豪卷了一个亿的陆太太 不错 不错 你眼光真好 确实是陆太太 那陆太太怎么这副打扮 前这边慈善宴会上 陆总跟玉玺闹了些矛盾 陆太太为了道歉 但愿给我们做一段时间的女人 没问题 也没问题 玉玺 我刚刚那么说 合适吧 我跟施宇出来时 她都没吃东西 我先带她到那边吃点东西 一会儿再来找您 好 李婉 你这样有意思吗 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李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李小姐 你们家的这个佣人 怎么看着那么面熟 她 她不会是贺总前妻温 是啊 就是施宇 不是说她杀人坐牢了吗 那是以前的施宇 现在的她呀 可是陆氏集团陆明泽的太太 不过玉玺邀请她 先来我们家 做一段时间的佣人 先来我们家 做一段时间的佣人 当年温小姐 嫁给贺总这个首富的时候 咱们这些人 可是想跟温小姐 说句话都难得 想不到今天 还能看到温小姐 穿着仆人装 给人拎包的样子 真是好笑 齐太太 您的鞋子 您家人送过来了 我的鞋子出了点问题 需要重新换一双 能麻烦李小姐 你们家的佣人 帮我换一下鞋子吗 当然可以 施宇 请帮其他 再换一下鞋子 不想让你儿子 在我手里吃苦头 你就乖乖听话 是啊 我的裙子 齐太太 你没事吧 呀 礼服全脏了 李小姐 你们家的佣人 怎么那么笨手笨脚的 齐太太这身礼服 可是品牌高定 价格不菲呢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没有推你 没有推我 来到这酒 是我自己 到自己身上的吗 今晚这么重要的场合 是我给自己来看吗 施宇 你弄脏了 齐太太的礼服 不赶紧道歉 还敢还嘴 赶紧去道歉 我没有推她 我不要跟她道歉 齐太太你别生气 是我跟玉杰 没有管家好她 施宇现在是个幽影 身上没有情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别让她回来 今天看在李小姐的面子上 我可以不让你 但你必须给我下跪道歉 我没有认领黑锅的心 如果你想让我赔钱 那可以找警察来出头 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你还当自己是什么人 竟然敢用警察威胁我 你还当自己是什么人 竟然敢用警察威胁我 施宇 你非要在今天这种场合 可以预觉难堪吗 难道你忘记 当初是因为什么 来各家做你们了吗 你会遭报应她 我遭不遭报应不知道 但是你今天如果不恭恭敬敬地 给其他的下跪道歉 我就会让你知道你儿子 今天晚上会享受什么待遇 你不得好死 下跪道歉 起太太 对不起 声音太小我听不到 齐太太 对不起 你真是晦气 你说谁晦气 你说谁晦气 玉玄 你怎么着来了 我问你刚才说谁晦气 我我没说谁 是她 是贺总家的佣人弄脏了我的礼服 我不过是让她道个歉 玉玄 你冷静冷静 她是齐总的太太 齐总的太太是你 我贺宇爵的太太就不是女人了 传闻不是说贺宇爵要跟李婉结婚了吗 怎么贺宇爵还说过施宇是他太太呀 八成是和问施宇复婚了 这就不知道了 但是今晚李婉两次被贺宇爵甩开 可真是有点丢脸了 施宇你这个贱人 我一定要弄死你 你放开我 敦施宇 就那么喜欢窥着被人侮辱吗 被别人侮辱和被你侮辱 有什么区别吗 我对你 那是你罪有应得 你今天这样 是你自甘下计 如果你今天不说 谁知道我是你贺宇爵的太太 少拿这种话刺激我 只要我不跟你离婚 你休想跟陆明泽双宿双飞 你拿这种事情 是来惩罚我 还是惩罚你自己的 用结婚证套论你 并不影响我生活半天 但这样 能看到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模样 这都划算 贺宇爵 你为什么宁愿 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折磨我 怎么就没有想过 去验证一下我说的话呢 不想听那些狡辩 还是你根本就不敢去验证 因为你就是个懦夫 闭嘴 我会闭嘴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说这些了 我再说一遍 不是我杀死的姐姐 我也没有出口 这是我今天最后一次 给你解释这件事情 这是我今天最后一次 给你解释这件事情了 先生 明天去福利院 把孩子接出来 做个禁令 是 李小姐 怎么办呀 和先生派人过来说 要带孩子去做检查 做什么检查 不知道啊 他不说 他人呢 在办公室 你看一下 要不要派人赶紧把孩子送过来 不能送 你是温世宇那件人 在狱角面前说什么 狱角八成要带着孩子 去做亲子盯定 那现在怎么办呀 总不能跟他说 孩子被领养了吧 上次 何先生可是派人过来交代说 不准任何人 领养孩子的 你去告诉他 就是按照规定 除了工作日以外 不能带孩子出去 必须要等周末 孩子不上学的时候 怎么办 这 这样能行吗 宠货 你态度不会强硬一点 你不让带他 那硬抢孩子不成 宠货 你态度不会强硬一点 你不让带他 那硬抢孩子不成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喂 小姐 您知情让我监视着温诗语 这几天我发信 温诗语晚上没有 在幼儿房里睡过觉 他去哪了 早上 我看到他从 吴先生房间里出来 你这个贱人 温诗语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爬月爵的床 你还敢还手 我看你是不想要你儿子的命了吧 贺月爵的床 是我想爬就能爬的吗 贱人 你要是不提前出院 月爵会带你回来吗 要不是当年你带走我儿子 我根本就不屑出现在你们这些狗男女面前 温诗语 你还知道你儿子在我手里呢 你告诉我 若再让我听到你爬上欲绝的床 你就弄死那个小畜生 我就弄死那个小畜生 李婉把儿子还给我 想见你儿子 行了 只要你能有办法 今晚让玉杰上我的床 我就免为其难地答应你 让你见见你儿子 你知道 贺玉杰这种人 根本就不会受任何人的控制 那我也没必要跟你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答应你 那我今晚等你的好消息了 这么有兴致啊 她有心思喝酒 逃脱不了 只能麻痹自己 算你实现 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想关罪你 不想被你碰 这理由可以吗 你最好 别把自己关罪了 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 会对酒鬼做些什么 你去哪儿 不想喝咯 不想喝咯 喝心 耍我 我耍你 我好心陪你喝一杯 你非要在今天这种日子里 用言语刺激我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也是我入狱的日子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去洗澡吧 爸爸是在这儿等我 行了吗 行了吗 你确定我去了就能见到我儿子 就你现在这副龙的样子 我要小陈 一如反掌 没必要折腾这么一大圈整理 那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我的人已经在外面车里等你了 你现在就可以去了 请告诉她 我不爱她 笑着难过 自我惩罚 想动止这一切挣扎 狠了心 说真心谎话 别告诉她 我还不爱你 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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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决 你怎么了 你不是 你不是施宇 狱决 你喝醉了 我就是施宇啊 不对 你不是本施宇 滚 狱决 你别走 我就是施宇了 我就是施宇了 不是 狱决 你别走 我就是温施宇 温施宇呢 狱决 你弄疼我了 我就是施宇啊 她在哪儿 我 我就是 我 不想死就说实话 我说 我说 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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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宇他在 他现在我家 我 刘 那边 温施宇 你还真出狱了 和你没关系 快出 买了也白买 温施宇 这些年 我儿子一直都在 李婉家吗 温施宇 你休想套我花 被李小姐知道了 有你好受的 我没想套你的花 我只是想知道 这些年 我儿子在李婉家 过得怎么样 我这里有二十万 如果你告诉我 这些钱 都是你的 这点钱 就想收买我 如果你告诉我的信息很重要 钱 还会有的 过了今晚 我可未必再有兴趣了 跟在李小姐身边十多年 知道的事情还挺多的 你要是有兴趣都告诉你 没关系 但是钱太少了有情 不过嘛 钱不够 拿身体抵债 拿身体抵债 我不想问了 别啊 都已经问到这了 你不想知道更多点吗 放开我 李小姐把你害的那么惨 你不想报仇吗 就赔我一晚 就一晚 放开我 我不会想起你这些鬼话 臭婊子 打我 往哪儿跑 救命啊 你给我躺 先生 那好像是李小姐的车 太太太太 会不会在里面 去看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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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贺总 别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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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吧 你来吧 你给我下药 我想陪他过个生日 你把孩子受到的所有的苦 我一定全部奉还给你 你少发疯 你少发疯 今晚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 我早就疯了 从五年前我孩子被抢走的时候 我在监狱里被人虐待的时候 我就已经疯了 不知道你在胡说啥 我告诉你 那个孩子 我压根不屑去抢 李小姐 昨晚您离开后 先生和温世宇就没有再回来了 今天早上才看到 先生带着温世宇回来 温世宇身体 看着很虚弱的样子 哦 我知道了 伯母 我原本是不想跟您说的 可是我真的别的好难受 我快受不了了 婉婉 你别哭 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一定不会饶了 温世宇和温绝的 你别哭 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一定不会饶了 温世宇和温绝的 我从小被伯母看着长大 我的为人 伯母是清楚的 我 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我是不会跑过来跟您说的 昨晚我亲眼看着 温世宇和温绝从酒店的房间里走出来 家里的佣人也说 温世宇每晚都会趁大家睡着之后 偷偷跑到温绝的房间里去睡觉 什么 哎呀 她们两个也太不像话了 伯母 如果温绝跟世宇真的还有感情的话 我跟温绝的婚事 就做爸爸 我不想成为拆散他们夫妻的柜子手 也不想结婚以后 终日都要忍受 丈夫跟前妻的出轨日子 婉婉 你可千万别说傻话了 你跟温绝的婚事 不会有变动 就算温绝对那个温世宇再有感情 我跟你伯父也是不会同意的 我们贺家 绝对不会要一个水性洋花 心肠歹毒的毒妇杀人范围儿媳的 站住 站住 温世宇 你给我过来 妈 谁允许你在喊我妈的 我们温绝五年前就跟你离婚了 你早就不是我贺下的儿媳妇了 是的夫人 昨天晚上跟温绝去酒店了 你可真不要脸 啊 姑母 你也不要再打湿雨了 这也不怪她 她跟温绝本来就有感情 我看我还是回家跟我父母说退婚的事 婉婉 婉 你别生气 你再给温绝一起机会 我们向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再有来往 可是只要是你在后家一起 温绝他就 你放心 我现在就赶他走 那温绝那边要是生气了怎么办 我是他妈妈 她就是再生气 还能拿我开刀不成 你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赶紧走 我可以走 但是请李小姐把我儿子还给我 婉婉 她的孩子在你那儿 没有啊 五年前 郁爵不肯接受你的孩子之后 我就 我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 那就告诉我福利院的名字 我自己去接我儿子 施玉 不是我不告诉你 是 是郁爵不想让我告诉你 我要是告诉了你 郁爵他会记恨我的 那我就不能走 李小姐 这行吗 怎么不行了 郁爵的手下又没有见过那个小畜生 好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走 温石云 你永远别想让那小野主认足归足 周先生 因为孩子还要上课 按照福利院的规定 希望您能在一个小时之内 尽快把孩子送回来 不然违反了规定 我怕很难办 好 走吧 郁爵 妈 你过来 妈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你把温石云这种女人留在家里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想跟这种杀人犯复婚不成 李婉来找你了 既然你已经能猜到婉婉来找我 那你心里就应该很清楚 婉婉很介意温石云住在这里 尤其是家里的佣人 说你跟温石云还 还什么 还什么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只是有意的提醒你 不要因为一时上头做了错的决定 像温石云这种女人 我跟你爸 是绝对不会同意她再重新回到你身边的 你跟我完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 你可不要辜负了人家呀 要我不辜负李婉 也得经过我妻子的同意才行 妻子 妈 我们年轻人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 妻子 老公你回来了啊 困了怎么不倒下睡啊 还不是为了给你留灯 然后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温石云 温石云 你好好在里面待着不好吗 温石云 为什么非要出 怎么了 我又疼了 去拿药 怎么了 我又疼了 去拿药 腿不舒服就少喝点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 怎么 对自己之前做的事后悔了 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谈什么后悔 温诗语 你干嘛一直这么嘴硬 和玉绢 你干嘛这么固执 你不用生气 我现在不会跟你解释一个字 因为我有大把的时间跟你跟李晚航 直到你把日子还给我为止 我要的爱 只在你身上存在 贺总 限定结果出来了 你要看一下吗 直接说结果 这个孩子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贺总 要不要 这个孩子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温诗语 这次你怎么狡辩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事事摆在面前还嘴硬 温诗语 你真恶心 身体是我的 我自己怀了谁的孩子 我特别清楚 你的意思是 亲子鉴定 还没你的感受权威吗 不管你信不信 我温诗语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从今天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我准你踏出贺家一步 不要你睡这儿了 我说的话你又忘了 贺雨菊 我今天是你不熟 如果你想杀剑风 已经可以贴在了 你还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你还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失去你的风景 想着自己去 想着我问你 你没有权利拒绝 怎么 你现在不嫌弃我给你戴绿帽子了 又再一次性命 你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还是我满足不了你 我说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和我在一起就身体不舒服 跟别的男人在一块连孩子都能生 和我在一起就身体不舒服 跟别的男人在一块连孩子都能生 温世语 你可真贱啊 何玉菊 我是贱 别脏了你干净的身体 温世语 我对你不够好吗 回答我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为什么 说 为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结婚这些年 你有回应过我的感情吗 我努力地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质疑你对我们婚姻的态度 可是却换来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你不相信我的时候 我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爱你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和雨决这么狠 隐藏在 我把我送进了监狱 然后把我的事 摘给李婉勇 是不是让你 有抱负的快感 把我的事 摘给李婉勇 是不是让你 有抱负的快感 什么 什么事 没想到 何玉菊 一如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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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透 温世瑜 你别装死 温世瑜 温世瑜 一如潮汐 揭开你心里所有 尘封的回忆 当月生起 一如潮汐 如梦初心 一如潮汐 一如潮汐 温世瑜 他怎么样了 为什么突然晕倒 你是他的丈夫吗 他们现在身体状况 你不知道吗 他现在去了一个肾 另外一个肾感染了 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办理手续吧 救活他 不管货多少钱 一定要救活他 别激动 先去办理手续吧 赶紧去吧 去帮我办一件事 先生请说 现在去一趟 温氏宇复兴的监狱 我已经打通关系 你可以到里面查阅 记住 一定是你亲手查阅 放心吧 我这就去 雷小姐 有人在打听温氏宇之前 坐牢的事 什么 知道是谁在场吗 还不知道 对方下午就会过来 监狱长已经同意了 不能拒绝吗 监狱长同意的事情 我没有权利干涉 你自己尽快想办法吧 什么事儿 刚刚监狱那边给我打电话 说有人要调查温氏宇 当年在监狱里那几年的事情 调查就调查 怎么 你还心虚啊 你 你别忘 咱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 我没忘 谁让你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擅自做主了 既然你不听话 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我 我只不过就是挖了他一颗肾 要是你不安装操作放他出来 温氏宇那个贱人 就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没有人会知道他少了一颗肾 李婉 这就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 我 我刚刚是太激动了 可这次的事情你一定要帮忙 不然 为何雨杰知道 温氏宇当年在监狱里遭受的事情 他一定会扯杀之前温氏暖死亡的真相 到时候 咱们俩人可谁都跑不了 把心放肚子里 有我在 这什么也长得到 先生 都查清楚了 这个档案只记录了 太太这几年在监狱的表现 玉警说 太太这几年表现得不错 没有跟狱友发生过任何冲突 也没有被欺负 只是在五年前 太太刚入狱的时候 要求陆明子来探监 奇怪的是 陆明泽探监之后 太太就生病了 还被允许去保外就医了一段时间 你的意思是 温氏宇的肾 就是在保外就医的时候被摘除的 是的 监狱记录的档案 太太身体康复之后 回到了监狱 还曾要求要见你 但 被监狱的人拒绝了 我想 别囤囤囤囤的 说 通过文件的资料来看 我想 太太是想通过 肾被摘取的事情 博取您的同情 因为那颗肾 被移植到了李婉小姐身上 所有的资料 都是经由你的手查的 是的 这几年的文件的资料 一丁点都没有拉下 你先下去休息 是 温氏宇 这次病倒 是不是也在你的筹划之内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温氏宇 费尽心机接近我 铲除所有对你有危险的人 甚至不惜遭见自己的身体 你说你这么爱我 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你的命都是我救回来的 包括今天VIP房 都是我花的钱 你干什么 是你的 都是你的 那我出去 贺先生不走 也不让我走 你到底什么意思 温氏宇 你现在是受害者的形象 扮演完了 开始跟我玩欲情故纵 你有意想症 就赶紧去吃 既然你认定我是一个坏女人 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你身边 你不在监狱里好好赎罪 擅自出来 就该接受惩罚 你不在监狱里好好赎罪 擅自出来 就该接受惩罚 既然惩罚我 那你可以去把我举报 现在不让我走 把我留在你身边 算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舍不得我 挺会给自己贴金啊 不是我给自己贴金 还是 你根本就是心虚啊 你难道不想知道 陆明泽为什么要费尽心思 把我救出来吗 你们这对肩负淫妇 当然不会放弃彼此 你说的没错 我跟学长大学里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他就喜欢我 其实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在我入狱之后 他一直想尽办法救我出去 而他给我开了一个条件 而他给我开了一个条件 就是跟他结婚 为他生个孩子 你同意了 我当然同意 论条件 他又不比你差 不妨告诉你 在我出狱那天 我们俩就已经同居了 反正我现在这个样子 跟他睡也是睡 跟你睡也是睡 又有什么区别 闭嘴 贺雨军 既然 你还那么喜欢我 要不然 我们俩就复婚吧 别恶心我 看在以前夫妻的情分上 康复之后 立马去自首 不然 别怪我心狠手吧 我可以去自首 但是在我自首之前 你先把孩子还给我 自己去福利院找 对不起小姐 我们这里没有叫兜兜的孩子 怎么可能 他刚从你们福利院出来 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 从来没听说过叫兜兜的孩子 那您可以帮我查一下档案吗 好吧 你稍等一下 温小姐 近几年所有的档案都在这 你看一下 幸福没有 他不可能骗我 谢谢 喂 慧绝 孩子到底在哪里啊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来福利院了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叫兜兜的人 那你该去找警察 喂 你不可能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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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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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都都不在里家 都都 宝贝 宝贝是你吗 都都 宝贝 宝贝是你吗 都都 宝贝 对不起 妈妈来晚了 是妈妈对不起你 你是我妈妈吗 是 我是你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 妈妈错了 妈妈给你道歉好不好 以后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妈妈 小姐生 妈妈现在带你出去 嗯 还真是感人肺腑 母子情深的画面 妈妈我怕 宝贝别怕 谁都不可能再伤害你 小畜生就是小畜生 怎么喂都喂不出的狗东西 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就算不放干净又如何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成 擅闯我家 你还想报警 你还想报警 把孩子也给我抢过来 是 滚 我看你们谁敢抢我孩子 给我老实点 你 你干什么 我看你们谁敢抢我的孩子 好呀 刚刚是入室抢劫 现在又多了一个持刀行凶 温施雨 你怎么就这么爱作死 刚刚从监狱出来不久 怎么就不知道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呢 学长 诗雨 没事吧 陆明泽 你想做什么 谁愿训你擅闯私宅的 我擅闯民宅的前提是 李小姐先求困了我的妻子 跟我的妻子 妻子 妻子 看来陆先生还真打算 做这个接盘侠呀 这就不必李小姐管了 李小姐要不想把事闹大 就赶紧放人吧 你确定害怕去警察局的 不是我 而是你 我跟我太太身份清白 光明磊落 没有什么可怕的 看来陆先生糊弄人的本事 还真是不错 有没有这个本事 李小姐可以过十分钟再看 我也真的好奇 警察到底会带走谁呀 我也真的好奇 这警察到底会带走谁呀 陆总这么大的口气 是把自己的犯罪事实都抹平了吗 郁绝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就听不到陆总说大话的明长命 何郁绝 是我自己来找孩子的 跟学长没有关系 跑这里来找孩子 啊 那个 多多说他想我了 我今天就把他从福利院接回来了 是吧 豆豆 妈妈 我怕 我别别怕 果然是亲妈妈呀 这么快就把豆豆哄好了 不过施宇 你要是想找孩子 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找 我又不会不让你见孩子 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还带着陆先生一起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二位 要来我家偷东西呢 这些年孩子一直都在你家 是你一直虐待 殴打我的孩子 这笔账我会慢慢给你算 当初是你抛弃了孩子 我好心帮你照顾豆豆 你就这样倒打我一把 是不是道打一扒赞且不说 听施宇说 贺总已经答应放他们母子走了 那就赶紧放他们母子走啊 那就赶紧放他们母子走啊 陆先生还真是会粉饰太平 不过你们俩这样潜入我家 怎么算 李小姐现在就可以 查一查家里是不是丢了东西 需要多少赔偿 我赵培 你赔 施宇 别害怕 我带你们回家 我带着孩子 我让你们走了吗 贺玉绝 你还有什么事 还没离婚 就跟别的野男人走 把我当空气吗 贺玉绝 你不要胡搅蛮缠 是你亲口答应我 让我带孩子走的 但我没说让你在婚姻存续期间 跟别的野男人拉拉扯扯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说话请注意点素质 我在床上的时候 也没见你嫌疑 也没见你嫌我没素质 你 施宇 玉绝说的也没错呀 你要是想找野男人 竟可以等到傍晚离婚手续 现在离婚这还没零 你就这样 是不是太快了点 是不是太快了点 我们的事情 有你插嘴的份吗 你 没离婚之前 你带不走的 学长 你先回去吧 等我办好离婚手续 我再去找你 你听不懂吗 让你滚 何一绝 你别他妈太过分 施宇不是婉曲 任凭你玩弄 陆总说的有道理 我的确 要好好尊重 我的太太 那我们 就先回家了 陆总请便 玉绝 孩子 还是先留下来吧 我答应过福利院 明天要送他回去的 如果福利院 见不到孩子 会找我麻烦的 妈妈我不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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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答应过阿姨 以后要好好听话的 你今天晚上 先在阿姨这里住 等你妈妈 明天办理完手续 就带你回家 不然呢 院长爷爷要是一生气 可能以后 都不让你妈妈带你走了 离婚 你别想吓唬我孩子 施宇 你要扣帽子 也不能这么扣你 我什么时候伤害了他 你不相信我 总该相信一绝吧 我明天早上 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等你明天办理完手续 你想带孩子去哪里 都跟我没关系 但是今天晚上 想带他走 就是不行 不能因为你的自私 就让我背心弃义 背上麻烦 何雨菊 你亲口答应我 让我带孩子走到 行了 豆豆 豆豆 妈妈 豆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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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这个言而无息的混蛋 你把儿子还给我 你给我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 这是我儿子 为什么你每次给我希望 然后又把我打进地狱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 我活该 很好 想要回孩子 就乖乖听话 我让你跪好 你听不懂吗 小姐 赫先生的手下来了 说的是封赫先生的命令 来接豆豆回家 妈妈 带着他 妈妈 把这小畜生 先送到楼上去 别让他发出任何声音 是 妈妈 李小姐 打扰了 玉姐不是说 明天从福利院办完手续 再接孩子走的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先生只是让我过来 把孩子接回去 是问诗语 让玉姐来要的吗 抱歉 不清楚 李小姐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请你让人把孩子抱过来 我就不打扰你休息 孩子已经睡了 明天我让人 李小姐 先生是什么脾气 你应该很清楚 我劝你不要多此一句 如果先生亲自过来 要孩子的话 大家都会很难看 抱走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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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就这样让他们带走孩子吗 你逗逗跟上去 看看欲绝 究竟有没有把这个小畜生带回家 是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先生 孩子已经从李小姐家接出来 现在 要送为贺家吗 不用 先把他安顿到水域湾的住所 安排个保姆照顾他 是 先生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句 放我下来 刚刚到李家的时候 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李小姐似乎在打骂孩子 而且李小姐 好像不太愿意 让这个孩子 回到您跟太太身边 嗯 知道了 先把那个孩子安顿好 是 走 小姐 贺先生的手下 没有把孩子送回贺家 而是送到水域湾 让人照看着 李姐果然没有打算放弃问事 小姐 我们要悄悄抢走孩子吗 疯了 做一个小畜生 让月姐怀疑我 反正那个小女儿 也是只要让温室里面的剑 彻底下来 喂 喂 喂 怎么声音听得这么虚弱呀 月姐昨晚打你了 需不需要我帮你报警啊 事与 李婉 李婉 我的孩子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呦呦呦呦 瞧吧你激动的 果然这做了妈的人 就是不一样 之前能让你这么激动的 也只有欲绝一个人了 李婉 你敢伤害我的孩子 我一定杀了你 那还真是不巧呢 昨晚你们走了之后 我就又打了他一顿 那小畜生哭着喊妈妈的样子 可怜的都让我快哭出来了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其实 一直折磨那个小畜生 没什么意思 这样吧 你和你儿子 你们两个混 我现在就在淹死你姐姐的那个湖的湖边 你现在过来 我们俩好好聊 我满意了的话 就把他还给你 当然 你也可以不来 当时呢 你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你儿子了 今天福利院会邀请一匹 不应不育的已婚夫妇 进行领养仪式 我心善啊 帮你儿子报名了 李婉 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儿子 我一定跟你于死往破 我这不是等你回挂呢吗 你要是来 我就把他还给你 来不来随你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了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雨菊 要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你儿子到底是被淋了 还是被迫失踪 喂 喂 开门 我要见个雨菊 什么事 另外要把我的孩子 李小姐要把孩子怎么样 不行 我不能这么冲动 我也不能告诉她 我要震惊一点 我要冷静一点 我想去湖边 祭奠一下我姐姐 你能带我去吗 呃 这个 我得去问问先生 你告诉我一句 昨晚 是我冲动冒犯的 现在 只想去湖边 给姐姐倒个钱 送 好的 先生同意了 我可以带你去湖边 你可以带我去趟商场吗 嗯 可以 温世宇你还真是会卡时间啊 说了一个小时 你还真就给我拖了一个小时 你是真不怕你儿子被人领养了 贺玉菊是什么人 难道你不了解我 他不同 我怎么走出贺家 看来玉菊 心里还是没有放下你姐姐 你跟他说 你是来祭奠室暖的 你把我约到 杀死我姐姐的地方 你就不怕 那姐姐的鬼魂柴上你 想他我画好录音 到了 小姐 他就是在录音 给我搜尸 是 小姐 没有其他东西放在身上了 把手机转到湖里 正好咱们就借花献符 借电室呢 是 给我 你会遭报应 要是真有报应这一说 事情早就大反正了 你把我约到 杀死我姐姐的地方 我更是想做事蠢做法 你也不蠢 不过这样不好的 你跟施暖是金姐妹 那家人一起 黄杰落上去 因为后一天 你连我也要杀掉了 本来我没想对你动手 可谁知道你比你那个 变样子姐姐还爱你 婚事 监狱你不好 你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的逃出来 就算你杀了我和我姐姐 那家人不爱你 就是婚 你就算是跟他结了婚 他也会想得上别人 难道你要见一个杀鱼 当然 敢继于我灵馆东西 多么 难道你要见一个杀一个魔 当然 敢继于我灵馆东西的人 都没有资格活下去 好了 别跟你废话这么半天 不想再浪费时间 是选你 还是选你儿子 灵馆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争贺一绝 我只想要回我的儿子 带他远走高飞 从此消失在你们的生活里 温时远 你还不明白 绿菊现在已经舍不得放下你 你只要活在这世上一体 他就不会放弃你这个破性 乖乖的供奸 舍不得我 他要是谁 你把我的身挖头 给你 其实 看你糊里糊涂的血 也挺可怜的 可是 知道的越多 将越痛苦不胜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别磨蹭了 快流血 不然 我一辈子都让你见不到那个小畜生 我一辈子都让你见不到那个小畜生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在我死之前 我要见我儿子一名 并且要亲眼看到 你把亲子鉴定交给贺一绝 温时远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 你当真觉得我不会对那个小畜生下手吗 小姐对不起 不要打我了 打死你 宜婉 你这恶毒的女人 老实点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儿子 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今天要是不合格从来跳出去 我就会让那个小畜生 永远都关无天人的生命 哦 对了 忘记告诉你 那个小畜生 之前还没有名字没符合 就算是随便被人弄死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就算是随便被人弄死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狸婉 你这个畜生 诗语 听话 跳下去 我马上就把孩子放进去 你也不想要那个小东西 你辈子就只能生活在狗笼子里吧 我答应你 但是 我想给贺玉玺打个电话 你想做什么 在我死之前 交代一下贺玉玺 让他好好对待我儿子 不过分吧 还是 你根本就是在骗我 你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你在拨谁的号码 你是因为贺玉玺的未婚妻 她换了手机号你给的电话 我当然知道 别废话 快点打 是我 不要说话 贺玉玺 听我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 这个孩子是我们亲生的 而且我也没有出轨 对 我是在湖边 对 我是在湖边 我不会死到 你不死 我怎么能死呢 你不是说 让你那个手下跟踪我吗 你就让他来找我 带我去你们公司 好了没啊 月杰说了什么 你觉得 他对我能说什么好话 行了 电话已打了 别磨叹 跳 你答应我 你不要出耳环了 我答应你 李婉 你又有什么事了 四年前 出现在我酒店里的陌生男人 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婚事远啊 你是不是有毛病 都要死了 还要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我不想死不明目 行 我告诉你 四年前 确实是我让人把你送过去的 但是呢 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只负责把你送到酒店 但那个男人嘛 是别人安排的 我就知道是你 行了我也告诉你了 可以跳了不 别磨蹭 你口中的那个人是谁 温时雨 你再啰嗦一句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那个小畜生消失 黎小姐什么意思啊 什么小畜生 没什么呀 你怎么来了 先生让我过来接太太回家 太太 湖边危险 不要靠着太前 温时雨 刚刚我们说的事情 你可千万别触怀 不然就算我看在郁杰的念子上 为什么一半会做出退运 这点你应该知道 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是我做的话 能成功呢 就算是我做的话 能成功吗 好 那我就再等你两天时间 如果两天后你还做不到 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 太太 您刚刚打来的电话 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过来 看您哭得很惨 又不像打错电话的样子 就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这些够了 我拿到了李婉下地狱的证据 贺总 太太要见你 我已经带她来公司了 她来什么事 太太说很重要的事情 让她进来 是 想要回孩子 没得商量 在你没签署离婚协议之前 你暂时还带不走她 想要回孩子 没得商量 在你没签署离婚协议之前 你暂时还带不走她 这是什么 这个录音设备 你听了就知道 反正我都要死 死之前我想知道 四年前突然跟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酒店的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温施宇 你是不是有病 要死了还要知道这么多 温施宇这个女人 你在拨谁的好吗 你身为贺雨节的未婚妻 她换了手机号你都不知道吗 你太对劲 喂 小姐 怎么了 温施宇你个贱女人 该耍我 你跟陆明泽 又想耍什么花招 你怀疑 这个录音是假的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么有心情 难道不是吗 我本身是个贱人 去哪儿啊 当然是回贺家给我安排好的牢笼 先生 去把当年跟温施宇发生一夜情男人找出来 是 兜兜 你想不想去游乐园玩 叔叔带你去好不好 我想找妈妈 你妈妈出差了 三天后才能回来 真的吗 嗯 那你现在要不要去 游乐园玩呢 嗯 但是去之前 你需要跟叔叔去做一件男子汉该做的事 什么事 需要抽点血 如果你能保证 抽完不哭 叔叔就带你去 好 叔叔 游乐园真的有海盗船吗 有啊 果然跟小陈描述的一样 小陈谁啊 小陈是小姐家佣人奶奶的孙子 她对我很好 经常给我讲电视剧里的动画片 小陈是小姐家佣人奶奶的孙子 她对我很好 经常给我讲电视剧里的动画片 你没看我电视 嗯 小姐说我是小畜生 没有资格看电视 这些年 你一直都在李婉家住 她对你怎么样 别害怕 以后 叔叔不会再让她带你走吧 小姐对我很凶 她 吃着我跟狗一起吃 一起睡 还掐我 还打我脸 小姐说 只要我不听话 就把我丢到动物园里喂狼 叔叔 动物园真的有狼吗 叔叔 你怎么了 没事 来 别害怕 就算动物园真的有了 叔叔也会保护你的 叔叔真好 喂 是贺玉角贺先生吗 是 我是那个鉴定中心的人 三天前您带着孩子 做的那个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我们确定 您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确定 我们是专业机构 非常确定 不过您过来一趟 把结果拿走 好 贺总 你要吵的人吵到了 要带进来吗 带进来 带进来 坐 你们是谁 带我来这干嘛 才短短几年 这么快就忘了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不够深刻 先带下去 让他好好张张记性 是 带下去 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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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认得 几年前被您教训了以后 我再也没跟您 太太联系过了 这 您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之前你说 你跟温诗宇 是怎么认识的 就 就是网络上认识的呀 是您太太主动约的我 想清楚再说 贺总 几年前我明明给你看过聊天记录的呀 明明是您太太主动约的我 再说了 如果当时我知道她是您的太太 您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呢 看来还是不老实 把她送进监狱里去 让她跟李婉好好对质一下 是 什么 李婉她坐牢了 李婉杀人未遂 已经进监狱 她为了立功减刑 已经在监狱里交代 当年 是你逼迫她 把我老婆 迷运送到酒店 然后强暴她 她放屁 她冤枉了 放不放屁 进了警察局你就知道了 这个时间 想必警察 已经到你家抓人去了 去了也没用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李婉说的那样子 我只不过是咱们陆先生雇佣的演员 而且陆先生也说了 不允许我碰文小姐 所以 我从头到尾 就只拿了三万块钱而已 没想到 李婉这个贱人 竟然能为了脱罪 他冤枉我 何总 我是冤枉的呀 说那个陆总 全名叫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只见过他的手下 先把他关起来 贺总 贺总 我都是如实交代的 为什么要这样 贺总 这两天 你看好温氏宇和孩子 不要让李婉接近他 也不要做 让李婉起义的事情 明白 玉学 我帮你争取了半个小时 你尽快看 这些东西还是要尽快还回去的 好 多谢了 你我之间还这么客气 这不身份了吗 只是你让我帮你查 你太太的前女友 恐怕难以见到 但我可以安排你 见一下 负责监狱医疗的医生 好 那就麻烦你 带她来一趟吧 好 我现在就去联系 玉学 怎么了 上次我派来的人 看的也是这些 是啊 这些档案都是从同一个档案室拿的 只是这次是我亲自拿的 上次是经过一个工作人员的手 原来如此 有什么问题吗 上次接手的人是谁 你还记得吗 把他的注释给我 好 我帮你查一下 是黄金小姐吗 是 有事吗 我家先生想跟你聊两句 黄小姐 赏个脸吧 你家先生是谁 李婉小姐的威风夫 我不认识什么李婉 不认识我没关系 但我想你的上司 一定会想知道 下属是怎么受贿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黄小姐 黄小姐如果识去 说出我想知道的 这件事就算过去 但如果你继续装傻 我不介意派律师 去你工作的地方做一套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进去说 贺先生找我有什么想知道的 看来你知道我是谁 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我手下上次来 查看温氏雨 复兴档案资料的时候 谁指使你作假的 我不能说 你不能说 我听你说 是李婉 你干什么 抱歉李小姐 贺总不在 我不找预解 我来找施宇 贺总吩咐 没有她的允许 谁都不准救温小姐 我就跟施宇说两句话 你们不告诉一决就行了 不行 那你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给他在电话里说 不行 你 这么晚打电话什么事 你到底什么时候 带温施宇走 我这两天总觉得不对劲 我怀疑郁 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还有温氏雨那个贱人 他竟然敢 上次什么事 没有 你赶紧行动 别磨蹭 在我跟贺雨决的婚礼之前 我不想再看到那个贱人 李婉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有能耐 我怎么了 我一直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别在我跟前玩你那些小心子 温氏雨进监狱的事 我答应 不代表我可以允许你这样做 好恐 再有下次 你随便动他的话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不听话的后果 你这个废物 竟然敢威胁我 贺先生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您太太被人挖去肾脏的事情 我听他们说的 背后那位先生并不知道 是李婉花钱买通了他们 害他们出座的 背后的那个先生 叫什么 我只知道姓陆 是你们似的 很有钱 又姓陆 是叫陆明泽吗 我不知道 贺先生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不能食言啊 妈妈妈妈 宝贝 最近有没有坏人欺负你啊 叔叔跟保姆奶奶对我很好 叔叔 就是那个叔叔啊 贺雨菊 你又要对我孩子做什么 什么都不想做 那你是答应 放我跟孩子走了 你先带孩子 回房间好好休息 晚上我们好好聊一聊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聊的 如果你已经决定放我们走 明天就赶紧去办离婚证 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 对不起 你要做什么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些年 所有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了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 那就代表我什么都不欠你 现在贺先生可以放我们走了吗 不行 贺雨菊 你休想再抢走我的孩子 我不抢 我只想好好补偿你们 你现在放我们走 就是我求之不得的不成 世语 没有人 能一辈子清醒地反作 我 怎么 这样就可以抚平 这些年你对我跟孩子的伤害吗 贺雨菊 我是人 不是你一根骨头就能喂好的狗 世语 只要你不离开 你想怎么报复 我都愿意接受 报复 难道我报复你 就能还给我被摘走的肾 还是说 我报复了你 就可以抚平这些年 我在监狱里被受到的虐胆 如雨后 我从没让人 在案中做过手脚 摘我肾脏的医生 和李婉都已经亲口承认 你为什么还要狡辩呢 那是李婉的计划 是他让人做的 你现在跟李婉 在狗咬狗吗 世语 如果真的是我让人取走你的肾脏 那在你出狱的那一刻 我就会报警 把你重新抓进去 你是没有报警 可是你也没有停止对我的折磨 我 先生 有位陆先生说要见太太 让开 陆明则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那也比你好 但太太和孩子回房间休息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离开 是 何月绝 何月绝 施语呢 我要见施语 陆明则 你跟李婉的戏 演得那么真 不累吗 贺总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婉背后的那个人 就是你吧 你设计了这一切 到底想要什么 贺总你说的话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我不管你想要什么 从现在开始 我不许你 再接近施语 你跟李婉做那些事 我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何月绝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聪明 代价 你手里那些我帮温诗语越狱的证据 你敢交出去吗 不是我自大 何月绝 就算你不让我见温诗语 到时候 他也会离开你的 乖乖地嫁给我 你敢交出去吗 不是我自大 何月绝 就算你不让我见温诗语 到时候 他也会离开你 乖乖地嫁给我 打得好 这一拳 将来我会好好地还给你 伯母 幸好今天是婚纱 有你陪着我 不然 我真的好孤单啊 婉婉 委屈你了 待会见了郁爵 我会说他 给你出气 伯母 你别说郁爵 郁爵工作忙 我能理解他 况且 这样能在结婚那天 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看到我 最美的样子 还是婉婉 你善解人意啊 这小畜生 什么时候来的 难道 这温诗语没走 这小畜生 什么时候来的 难道 这温诗语没走 没有 我几几天晚上 去找过世纹 想问问他 什么时候离开 郁爵就不准我见他 伯母 我真的好害怕 郁爵他 婉婉 你放心 绝对不会的 只要有 我跟你伯父在 郁爵他就别想 再让别的女人进门 兜兜 在这里开心吗 兜兜 你怎么不说话 阿姨跟你说话 别碗 放开我儿子 妈妈我怕 别怕 妈妈在 他是不是又打你了 他拧我胳膊 温诗语 你这是要翻天吗 你竟然敢打婉婉 这些年 他一直都在虐待我儿子 这些仗 我都没跟他算 这一巴掌 又算得了什么 诗语你在说什么呢 我好心 替你照顾兜兜 送他去福利 这些都是有大案记录的 你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能朝我 头上破脏水呢 是吗 是吗 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看看 雨决 你在说什么 妈 你先别说话 我再问李婉 雨决 你在说什么呢 你说你当年 把孩子送进了福利院 但福利院 为什么一点记录都没有呢 怎么可能呢 我确实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呀 会不会 他们把兜兜的档案弄丢了 所以才没查到的呀 这样吧 我现在给福利院院长打个电话 他现在在警察局 应该接不到你的电话 警察局 院长 是犯了什么事吗 打开你手中的档案袋 你不仅知道他犯了什么事 还会知道 你跟陆明泽犯了什么事 雨决 打开 雨决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设计陷害施宇出轨他人 杀死施暖 又栽赃给施宇 害得施宇 在监狱里受尽折磨 还失去了一颗肾脏 只能够虐待我 和施宇的孩子这么多年 还需要再列举其他事 雨决 你你是说这个孩子 是你和施宇的 雨决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 做没做过 警察问了就知道 李婉 何先生举报你涉嫌一状杀人案件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 我不走 快点 快点 施宇 我们重新开始吧 何雨军 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真的相不偿 那就赶紧翻离婚数据 我不会离婚的 你没有工作 没有抚养能力 只要我想要 就算起诉 你也带不走她 就算起诉 你也带不走她 何雨决 你无耻 你已经折磨我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 你想要逗逗 她就留下来 否则 你别想带着她 迈出何家大门一步 好 何雨军 你等着我的起诉书 我用我自己的能力 带回我的孩子 妈妈 施宇 你怎么出来了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怎么了 何雨军已经知道 这个孩子是亲生的了 他答应跟我离婚 可是 却不敢把孩子哄得 但是 等到开庭之后 我就可以跟她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了 你现在是在用新身份 在生活 你的新身份 就是我的太太 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生活 也不耽误你工作打官司 但是 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不能让她抓住任何的把柄 等我解决完离婚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履行我们的合约 我尊重你的决定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那 我还有点事情 就不打扰学长了 喂 马上打电话给温诗语 我不管你们是用哄还是骗 马上把她给我弄回来 喂 你好 温诗语 你还记得我吗 您是 学长的母亲 谢谢你还记得我 是您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我怎么可能忘记您呢 伯母 您 您身体还好吧 诗语 你跟我儿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我 我们 医生说 我还有一年能活下去的时间 诗语 你能不能答应我 快点跟我儿子结婚啊 我答应你 伯母 我答应你 伯母 谢谢你诗语 谢谢你愿意嫁给我儿子 就算是我死了 我也闭眼了 伯母 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嗯 这是我新换的手机 和手机号 伯母是怎么知道的 算了 应该是监狱里面的人调查到的吧 学长 诗语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有什么事吗 学长 我们结婚吧 你不是跟贺雨绝 争夺孩子抚养权吗 我不能自私 欠着恩情不还 是不是我妈又逼你了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学长别 伯母 伯母救过我一命 我礼当在她去世之前 满足她的愿望 诗语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帮你夺回孩子 有请新娘入场 好 新郎 你们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 与新娘彼此扶持 白头偕老吗 我愿意 新娘你愿意吗 诗语 你怎么了 我不同意 什么事 贺总 你是来闹事的 还是来祝贺的 诗语 你真的要放弃我跟孩子 选择这个男人 你别威胁我太子 我告诉你 婚 我们要起 孩子 我们也绝不妥协 婚不成 诗语 跟我回去吧 我保证以后 好疼你 爱 不会再让我们的孩子 受一点伤害 我追过你睡过的晚风 那我们怎不放相容 可肉梦 习心般的难受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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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吹过你 睡过的晚风 那我们 曾经 在江楼 可肉梦 初心般的难受 恐怖 心 也 我 吹过你 睡过的晚风 我说不会给你回去的 我看过 孩子 我自己会 是你 来人 请贺族出去 贺先生 你是有身份的人 别闹得太难堪 请下去吧 爱过你吹过的晚风 空气力弥漫着心痛 可我们最后在这座位时空 终身空 爱过水空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让他们进来帮你换衣服 谢谢许长 傻瓜 我们都是夫妻了 你就不要这么客气 我接个电话 你先休息一下 喂 是我 出来我们聊聊 贺总这是想求我呀 是 好 等着吧 我现在就过去 你怎么来了 太太得罪了 贺总把我约到这儿来 怎么想杀人灭口啊 把施宇还给我 还给你 但是施宇不愿意啊 我得尊重他才行 太太 先生说他不奢求你的原谅 只希望你安静地站在这儿好好听完就行 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你设计好的 只要你肯放手 事宇就会喝到我身体 到时候 你想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哎 贺总为了一个女人 竟然给我归下来 真是刮目相悍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也有今天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目中无人呢 你根本就不喜欢温施宇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可以把他还给我了吧 谁说我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跟李婉设计 陷害他入狱受苦 那是他应得的惩罚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我跟他明明已经都快在一起了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他才拒绝我 这口气 我怎么咽得下呀 所以你就动了杀心 害死他失恼 然后嫁祸给他 小猫咪不听话 当然要好好调调 谁让你这么不信呢 你要信他 能这么轻松的 把他弄进监狱 你这样的喜欢 根本就配不上他 我配不配他现在都是我的妻子 所以 你不应该求我 我还给你 应该跪着求我 让我好好地对他 懂吗 你笑什么 笑 够了 是你搞的鬼 何雨菊 你也没证据交上去又怎么样 证据交上去 温世雨也得陪着我坐牢 放开他 雨菊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不换手呢 没事 换手 他就不会说是真相 你干嘛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当着我面 勾的别的男人 你们都去死吧 大姐 她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听到了吗 抢 她是我的 你们谁都带不走 你觉得你这么血 你就陪着你去死吧 住手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抓她呀 抓她呀 雨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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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快点120 妈妈 这是我爸爸吗 是啊 她就是你爸爸 那她之前为什么说不是我爸爸 爸爸错了 妈妈替她道歉好不好 妈妈别哭 我不生爸爸的气 谢谢宝贝 诗语 你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我特意做了饭带过来 你赶紧吃点 来 谢谢夫人 诗诗语 你要是不介意 就还跟以前一样 叫我妈吧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郁爵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是我们 误会你了 我在此 跟你道歉 妈 别这样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谢谢你 诗语 豆豆 你先跟奶奶回家吧 让妈妈呀 先陪着爸爸 让妈妈也休息休息 那我们先走了 你陪着郁爵 走 何郁爵 你快点醒过来 你要是再不醒过来 我再也不原谅你了 就叫你醒过来吧 只要你醒过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幸福也可依 很安静 我付出一切 很小心 终于听见相遇的伤 就这样 我要是 有请新娘入场 真好 好啊 有请新郎新娘 互相戴上 象征永恒爱意的戒指 于是我的事 就被你吵醒 发现你始终 爱靠近 默默地陪在 我身边 爱独自 好 好 好幸福 爸爸 以后不能再欺负妈妈咯 谢谢你把妈妈 再次交给她 听一声 我胜忍 我胜忍 做愿 听见相遇的 手 我胜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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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